哈囉大家好,我是4個0 而Mix昨天發行迷你專輯主打歌《Loan Me Like This》 獲得了一致好評,非常洗腦上癮 MV相較於華麗場景更重視舞蹈的呈現 大量畫面直接使用白幕加上排舞 再度證明JYP是想用實力打天下 而這次沒再使用Mix Park而是選擇大眾性 因緣成績也顯著了上升 首日銷量就達到40萬張 看來大改路線的反應相當好 雖然我自己是很期待第三次拼接啦 畢竟我是拼接愛好者 另外宣布預定會在6月18日來台灣舉辦Showcase 各位Answer多多支持 讓Mix看看台灣粉絲的厲害 發行前在預告將海原的演戲天分充分發揮 並交感配上全英文的台詞真的非常好聽 這次的糖果屋概念感覺非常有趣 其中更是連動了OO的MV場景 感覺是要建立其Unmix的世界觀 令人非常期待 用Arcabella來預告新專輯收入曲的方式也很新穎 而無預警釋出先行曲樣當Stupid 青春活潑的Y2K風格非常適合他們 副歌曲一樣 像法國童謠也是台灣人熟悉的兒歌兩隻老虎 更是感到非常親切 將歌曲玩出新高度 獲得非常多正面評價 也讓人越來越期待主打歌的到來 相較於前輩Twice被稱為陽間曲大戶 而Mix先前的兩首歌曲 雖然展現了非常堅強的實力 接連的兩首拼接歌被掛上陰間曲的名號 用最強的實力唱最難聽的歌 這個被評為最難聽的拼接曲 對我來說是真香的存在 從Next Level時期我就愛上了這種曲風 一首歌能有三種享受 但畢竟是我個人想法有人也喜歡嗎 留言讓我知道我不孤單 在2022年新人女團白花齊放的時期出道 面臨相當強大的競爭 究竟Amix能不能殺出重圍呢? GYP出品的女團一直都是品質保證 從Wonder Girls, Miss A, Twice 連續三組女團都拿下過姻緣聯榜的一位 並在出道後的一年內達到了爆炸性的人氣 三年前一級出道時也是用堅強實力打天下 出道第11天就拿下無線台的一位 創下許多新人紀錄 在各大頒獎典禮總計拿下15個新人獎 成為歷代最多 獲得了怪物新人的稱號 並有了競舞團的美名 2021年7月8日 JYP娛樂公開了Blind Package的預告 在未公佈成員和團名的情況推出了預購單曲的計畫 創下了6萬張的預購紀錄 從2021年的8月 JYP開始陸續釋出成員們的舞蹈和cover影片 展現了堅強的唱功和舞蹈實力 也讓大家對他們感到非常期待 整體實力和風格都好像跟一級相似 也讓粉絲們擔心會不會和師姐撞行 而主打7S的Unmix 在出道預告的強勁風格讓人滿心期待 非常好奇會用什麼樣的歌曲來跟大家見面 2022年2月22日以主打歌OO正式出道 在出道Showcase上 成員們的現場實力收到一致好評 出動銷量突破22萬張刷新紀錄 但歌曲本身卻不被大眾買單 各段落分開其實都好 但合在一起就顯得雜亂無章 太過前衛的風格也和成員不太搭配 集合網友的評論就是看完MV和舞台 會不知道想要表達什麼 不知道主題是什麼 也不知道要走什麼風格 通常大事女團基本都會有自己的風格 像是之前Twice的元氣風 Iz1的花系列夢幻風 一集的Teen Crush風 到最近Aspers的AI科技風 包含同期出道的新人女團也都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網友紛紛開玩笑說 期待Unmix的第二次出道 9月19日時隔7個月的回歸主打歌 Dice 這次MV擁有豐富的色彩 同樣是走拼街 相較於出道曲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首 但我兩首都很愛 我可是在家唱BlaBlaBla和Big Wave Big Wave唱到被罵的男人 維持MixPod的風格或許大眾也逐漸習慣了 音源成績慢慢的提升 銷量也突破50萬張 其實Unmix的成績並不差 只是今年太多怪物新人才讓他們的光芒相對暗淡 而今年爆紅的曲目都是非常洗腦有記憶點的 Unmix也被稱為是JYP創設以來實力最好的團體 可以明顯的看出四本部是決定要拋棄大眾性以實力取勝 這樣對於團體的未來可能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被概念風格給框架住之外 還能展現曲風的多樣性 之後也不會因為轉型而苦惱 但前提是選曲本身要做好 非常有趣的是Unmix除了自身歌曲外 有非常多cover舞台都很受歡迎 不論是唱歌還是舞蹈一個比一個精彩 也充分的展現了成員的自身魅力 也有許多人是透過cover才入坑的 讓大家再度對於他們的第三次出道非常期待 百分百的開賣率綜合實力絕對沒話說 前兩手也炫技炫得差不多了 未來還要走拼接的話 那公司的拼接功力真的要再加把勁 目前唯一不是拼接風的收錄曲 酷反應就很好 他們真的很適合這種帶有歐美味道的風格 在大場面也撕裂了舞台 用實力震撼全場 cover男團歌曲氣勢也一點都不會輸人 女生帥起來就沒什麼男生的事了 加油 特種兵 除了收錄其他成員都是衣人 氣氛真的非常活潑 有他們在的地方絕對充滿歡樂 成員都是鐵廢 而激黨真的要小心 一不小心就會有報音警告 大分被女團真的不是蓋的 而說到鐵廢就不得不提主唱Lily 2014年參加K-pop大事 展現了非常優秀的歌唱實力 獲得了第四名 格林和JYP簽約成為練習生 經過7年20歲的他以Unmix的大姐出道 聲線非常有特色 在Showcase中的清唱一名驚人 主打歌中的死亡高音 對他來說好像非常簡單 手一揮高音就上去了 其實Lily的中低音也非常有魅力 除了歌聲外 他對待人事物都很真誠 也會因為自己沒唱好而生氣 期待未來Lily有更多精彩的表現 隊長海源有著和他外表不符的搞笑魂 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歡笑 破爛的心也是他的名場面之一 雖然開場就破音 但他的實力真的很好 海源從2017年在音樂學院學習時加入了JYP亮練習生 隔年就參加練習生Showcase出眾的外貌和堅強的唱跳實力 讓他還未出道就被公認是全能S的存在 優秀的真假音轉換在唱抒情歌時聽著非常舒服 跳舞時對於身體的控制非常棒 搞笑歸搞笑 在沒風起來的時候當隊長非常溫暖很照顧成員 擔任音樂銀行特別MC時主持得也非常好 希望之後能看見海源固定主持或多多上綜藝 沙利人在剛出道時真的引起非常火熱的話題度 出眾的外貌不斷引起討論 指牌數據也都一直名列前茅人氣非常高 一次通過了SM、YG以及JYP的征選 最後因為喜歡Twice選擇了JYP 身為通過三大經濟公司的大滿貫得主 不可能長得漂亮實力還很好吧 穩定的唱跳實力加上寬闊的音域 帶著那波高音真的嚇死人 在其他綜藝也都展現了非常多變的嗓音 期待未來Solian的更多樣貌 貝是對內唯一被星探發掘的成員 平時展現非常帥氣的面貌 加上歐美爵士賞很有辨識度 有望街棒下一代人間版首的稱號 表面看似高冷內心其實是個喜劇人 總是可以把場子弄熱 被低估的實力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能展現自己 G5實力非常強 舞蹈很有力量感風格強烈 Rap也很有自己的風格 Vocal實力不容小覷 最近秀身成功的G5將原本就很出色的五官更顯突出 這次的先行曲中眼睛完全離不開他令人驚艷 綜藝中也是非常好笑果然是全員喜劇人 不愛吃蔬菜的他最近在團眾被帶去寺廟 度過全素的一餐後大哭的場景 我們真的既心疼又好笑 盲內Q進小學五年級就進入JYP當練習生 舞蹈表現力真的很強 帶Dance Break那段被嚇到嘴巴合不起來 現在也才16歲的他潛力無限 在一群這麼會唱的姊姊堆中 也很期待未來Vocal實力會有怎樣的進化 目前感覺出公司放了較多資源在他身上 我覺得Q進也都有撐起來 表情管理非常豐富自然 完全不像新人可想而知 這背後付出了多少努力 Jini真的非常可惜 人氣也是上位圈 擁有突出的外貌和堅強實力 在台上的氣勢也很強 才18歲了他卻已經有7年的練習生生涯 出道不到一年就退團 雖然原因不明 但也只能祝福Jini之後 不論在什麼領域都能發展順利 在退團第一白天開設了個人IG 雖然不知道之後會以什麼形式活動 但還是很開心能看到健康的他 喜歡他的朋友不要忘記追蹤起來 而Mix團名有著成為新世代最佳團體的決心 成員們的實力也都真的非常好 連綜藝感也很好 在女團百花齊放的時代 JYP要如何將這首好牌給打好非常關鍵 就讓我們期待著今後的發展會如何吧 真的希望他們能夠大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四格林 因為想做的題材其實很多 但時間真的不夠用 所以可能之後會陸續在IG發一些簡單的貼文 就請大家先幫我追蹤起來啦 喜歡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想了解更多偶像的故事 歡迎到主頁觀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